我是头一次建这种加热电路 技术机 电磁加热 以前建最多的就是加热片加热 它这个设备是电磁加热 现在他们说故障是 开始加温正常 然后加热加热就不加温了 说实话我是头一次建这种电路 那就边摸索边检修呗 看一下它这个电路 加热的控制电路 没有焦流接触器 没有固态接电器 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 输入380V三项电 接到这个东西是整流桥 就是把这三项电380V 变成直流电 一振一副 看过我以前那个视频 感觉是不是很熟悉 讲变频器那个视频 讲到这个整流块 焦流变成直流 这是滤波电容 然后通过母排往上走 这连了几个滤波电容啊 接了五个滤波电容 然后呢 这个直流电 它要变成焦流 再变回来 直流变焦流 同样这里和变频器一样 用了一个IGBT 这个逆变模块 就是这个白色的 在底部白色的 我突然感觉前两天 那个变频器没白血 上面还有一个IGBT模块 这是一组 这上面还有两个 这俩是一阵一副 输出是个焦流 这一组接了两个逆变模块 它们的输出是连一起的 然后接了这个铜牌 下面这两组 也是两个IGBT模块 输出连在一起 接了一个铜牌 接在了这个 直接就往外输出了 输出是两根线 那另一路 就刚才说的这一组输出 接了个铜牌 这个是个电容吧 应该是电容 六个斜阵电容 那它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电路确实是第一次见 请董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电容就是充电放电 充电放电呗 它是对着输出充放电 接受负载 这是输出两根线的其中一根 缠在了这个 这个技术机上 电池加热 通电产生磁场加热 这个是热电鸥 就是温控探头 接哪去了 接着来了 这温控探头 一般就是接在这个温控器上 接着往下捋 这个是主板 主控制板 由主板输出 这个麻花线 这是控制IGBT的 一个模块是 两组麻花线 干什么用的呢 是控制里面的IGBT的 上下桥吗 哎呀 这方面学艺不精啊 就懂些皮毛 请大家多多指点 反正这个原理 感觉就是这么样 就是交流变直流 直流变交流 产生一个高频电 就给变频器似的 产生一个可以调的高频电 我前一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了 用万一表 怎么测量这种IGBT 模块初步判断 它是好是坏 在这里可以试一下 学了就能用上 我也没想到今天 我能碰到这个IGBT这种电路 这种和前两天 学那个变频器电路 特别像 当然它这个如果拆开测会更好 它这个不一定有问题 我是正好赶上了 测一下 现在看是看不出哪里的问题 通往电视一下 电安表显示正常 开始加温 电流 慢慢的上升 到了一百多安 它这还有个声音 滋滋的 下面这些控制灯都亮了 这些模块都开始工作了 有输出 现在二百多度往上升 这个技术机刚才通电了 把温度降一点 看温空表好不好使 现在的电流 一百多安 这个电流是输入电流 还是输出电流呢 他们说正常就是一百安左右 我用前表掐一下它的输出 看一下电流 14.8安 这个电流不大 来测一下输入这个线的电流 118安 刚才显示的是这一个电流 现在加温正常 电流正常 这里有个电位器 可以调功率大小的 就跟那个变频器 可以调速一样 调小以后 它这个电流会小 再调小 那个电流会慢慢的降低 现在的电流是95安 小了 开到最大 现在设定温度到了 温空器停止加温 输入电流 0.4安 模块也停了 加温往上加 然后设备开始启动 电流慢慢的上升 这样看很正常 这样看没问题 温控没问题 模块啥的 也都控制正常 温度到了就停止 看着没问题 别急 一会就出现问题 把温度升高 温空表显示加温 但是电流表没有显示 没有电流 模块没有工作 模块指示灯都不亮 没有加温 这才开多长时间呀 就是这个故障 它没说把这个关掉 等上一会儿 等上一会儿 再打开 然后显示加温 电流又正常了 又开始慢慢的加温 啥都正常 你看多正常 我这想赶紧测一下电压的 能用这个望远表最高 能测出电压吗 刚想测 它就停了 它就不加温了 然后给它把温度往上上升 还是不加温 就这个故障 它就死机了似的 温空表显示有输出 它就是不加温 就跟它自己保护了似的 然后再关上 再等上几分钟再开 它又正常升温 你看这些灯 都是正常的亮 我这刚蹲下 又想测量 一抬头又停了 这又保护了 真是很奇怪 这就是今天我要查的故障 真的很神奇 温空表的输出没问题 一直显示加温 这也没法干活呀 对吧 也不能每一次都得 关上一分钟 然后再开 开一分钟再关 测一下电压呗 输入电压 三项之间输入电压 都是400V很正常 其实开机的时候 我都测过一次了 都很正常 那输出电压正常吗 达到自6 这个得达高一点的档位 估计自6电压能高 达到500档 两个表比测正负级 表征往回摆 这是正负反了 倒一下表比 再测 又好 表征100到头 小了 达到1000档 测它的输出自6电压 580V左右 直流500多V 它这个输出我估计能高 我这个望远表估计打不了 得1000多V 电比能测直流吗 测交流电可以 测一下直流电 直流电比也亮 它无论正负它都亮 现在模块没工作 测的电比也亮 这是为什么呢 拉掉电源 找故障 现在没有电了 我拆开这个面板 看一下温控器 上面接了几根线 电源 热点欧 还有个控制通和断的输出线 这里有个电位器的三根线 再看这个控制主板 接进来有电位器的线 温控器的控制线 就是给它一个加温和停止的信号 这是个12V的电源 不过上面这一根线 一红一黑 是接的 散热板的温控器 温控开关 在散热板上有个温控开关 就是温度高了 它会断开电路 我拔掉这个插头 就是这个温控开关的插头 就是用望远表测一下 它通不通 这个应该是通的 嗯 是通的没问题 就是在我不插这个插头的情况下 我送电试试 看能不能开起来 温控表 显示加温 指示灯没亮 这里有个超温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这能说是温度高了吗 开关断开了 然后没加温 电力外没显示 能是后边的散热不好吗 再看一下后边三个散热的风机对着机箱来吹 机箱里边是散热片 打开机箱 哇 这个灰 散热片的话不是灰 也不是油 也不是水 糊得满满的 先看一下这三个风机还转不转 送上电 开机 风机转动正常 风很大 那就开始清理后边的灰呗 还不是粉尘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得全抠出来 用个锯条一袋带着往外掏 这东西黏黏糊糊的 肯定影响散热 好了 清理个差不多 装上后盖 通上电试试 神奇般的好了 干起活了也没问题 温度上升也没问题 设备运行也没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温度虽然显示在加温 加料运行的过程中 加温的电流正常 但是温度它慢慢的下降 不升反而降 然后过一会儿又自己上升 不稳定 有时候自己都降到300 调到最大功率也不行 刚才问了设备厂家 说电池功率太小 而且缠得不好 在进料这个位置温度要高 然后隔出一段的距离 温度要求不一样 这裸改的温度分区控制最好 两路线圈最好 分别控温 它这个裸改是一套线圈 从头缠到尾 所以说温度控制有点难 裸改是需要这个分区来控制温度的 厂家是建议再加一套线圈 再加一套40千瓦的线圈 而且缠这个线圈 是有讲究的 不是说缠上就好使 好了修这个电路又见识到了新的东西 做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希望懂电池加热的师傅多给指点指点 毕竟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懂 感谢您的观看